You're watching C-Chang YouTube channel 韓國人來到這個地方 一定會唱這首歌 你可能要踩breathed 堂啊 大家也在點讚 採發所有東西 謝謝 日本 日本 濟州島 處處都是風景 我這次是第四次來 每一次來我都會更加喜歡 濟州島多一點 我今年生日還在 濟州島度過 我的飲食 再見啦 好可憐 來到濟州島 當然要帶大家去看海 這裏周圍都是海 周圍都是拍照的好地方 不妨幫自己打了一個充滿濟州風情的度假戶 這些藍天海洋系的 彩妝顏色 不知道有沒有適合你呢 來到這裏 當然都不可以坐過 Inisfree的濟州小屋 他們那裏有很大很大的綠茶田 我每次來到這裏 都要跟綠茶田 迎回幾套沙龍 才願意走 I'm waiting for you 走完這個綠茶田 就要進去Inisfree的濟州小屋 進去你可以自製翻簡 做下手信也好 還有很多很多Inisfree的產品可以試用 好 等我都不倒數 先試一下 今次來到濟州島 除了遊山玩水 其實都想帶大家去認識濟州島的熔岩海水 Inisfree經過4年的深入研究 開發出濟州熔岩海水系列 究竟熔岩海水有多厲害 讓我帶大家去看看 順帶一提 其實這裏真的好大方 所以長頭髮的女生 記得閘邊才好出街 要不然好像我這樣 整個瘋婆 這間cafe叫做Cotta Cotta即是三度 萬度的街 在cafe上面 竟然有多浸熔岩海水 讓我試一下浸 究竟熔岩海水是怎樣的呢 不如我們瞬間轉移去濟州熔岩海水產業園區 上回地理堂就知道了 嗯 聽他講英文 不如讓我來講 在200萬年前 純正的濟州島漢那山 發生了第一次的火山爆發 砰 當中溶出來的溶岩海水 經過長年累月 即是大約40萬年 火山岩層的淨化 充分吸收了火山熔岩的珍貴礦物成分 形成了珍貴的濟州深海 藍色黃金 大會還安排了我們 試飲未處理過的熔岩海水 嘩 原來是好鹹好鹹的 其實熔岩海水相較一般海水 或者海洋深層水 有更出穴的穩定性 極具美肌功效 Inns3團隊經過深入研究 發現當中所吻含的抗氧化功效 和豐富的抗物質 可以為肌膚底層住日養分 塑造緊節又彈力的年輕肌膚 好啦好啦 介紹完那麼多 是時候要吃下東西 今餐當然是濟州島的海鮮餐 太飽了 吃飽就出看 去享受濟州島的最後一晚 阿倫來自助益 安妙 阿倫 等过去